一切也有誰說辭 藝人松一鳴近年來 擔任牧師傳教 帶領藝人朋友唱詩歌 原定三號在花蓮舉辦 共藝演唱會 但因為廉價訂不到火車票 我只多為藝人朋友 改搭遊覽車 但一早卻接到不幸的消息 藝人是主要的助員一段 所以我們要請我們的牧師 還有我們大家 我們安靜下來請牧師 讓我們一起為他們禱告好不好 天父 我們不知道為什麼 在今天早上發生的這些事情 雖然我們坐在遊覽車裡面 但是我們感不深受 整車的藝人臉色沉重 不少人低頭禱告 本來我們是原定是要搭那班車的 那確實是因為 實在是訂不到票 我們就改搭遊覽車 怎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因為其實正常來講 我們都會覺得搭火車是最安全的 那這是一個意外的事件 就是替他們 替他們擔心 希望我們能夠平安的事 還有藝人谷耀威 IG限時動態 原本開心預告要去花蓮玩 沒多久泰魯格號出軌後 他立刻請大家幫幫忙 空出道路 給救護車 還有救援車通過 藝人王洪恩也PO文 廉價要回台東 一上火車就倒頭大睡 但手機卻響個不停 這才發現 原來前一班出發的火車出事了 他在臉書向家人報平安 也希望大家都能平平安安 廉價才剛開始 卻發生了憾事 也讓藝人朋友心情無比沉重 三選彷彿豐盛自然投的 好